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韩版跟台版天堂M同时公布了 下一个世界观 inside M the next 的内容 那这个潘朵拉的魔盒打开了之后 我们快速帮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的重点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讲台韩跨国副本的玩法 跟内容 然后第二个 暗黑骑士改版 第三个 转直技能优化 最后一个 新增神话级盔甲 好 以上就是这次的改版重点内容 那我等一下再依照这些内容 把他的细节跟大家说明一下咯 好啦 讲到了台韩跨国副本 第一个开放的是什么呢 目前首先开放的是虚空的寺院 没有错 就是打支配者吉尔塔斯 Global Master Server虚空的寺院 他的玩法如下 第一个开放时间为2023年12月13号 礼拜三到2023年12月27号 礼拜三为期两周 入场人员台湾跟韩国各500人 总计1000人可以入场 如果人数超过的话就会进行排队 那入场等级为90级以上 使用时间7小时 地图总共有三个入口区以及四个暴走区 一个传授门跟一个王房的祭坛 那四个暴走区里面会有虚空的魔法师 里面会他会掉落这些稀有物品 比如说欧灵的饰品卷轴箱 还有工匠卷 以及四色属性耳环 那一般怪物会掉落三色布 还有祝福卷轴 还有虚空的尘埃 那祭坛部分就是打吉尔塔斯Boss的地方啦 那这个Boss会掉落的东西是全游戏最豪华的虚宝掉落 他的大奖是轻便卡一张可交易的哦 然后再来是神话制作秘籍 还有全职业的金五完整掉落 Boss怪物就是在每周一到礼拜五 韩国时间晚上九点 台湾时间晚上八点的时候会登场 所以就是平常日一到五都有机会出Boss 那至于打不打得死 或会不会掉宝就是随缘啦 还有这个虚空寺院 名誉的殿堂排行榜奖励 里面你可以由Boss突袭 然后对战还有狩猎怪物等等 获得对应的排行奖励 那累计方式他有哪些排行我简单讲一下 第一个他会有那个Boss击杀的排行榜 比如说尾刀或者是伤害量的排比 然后第二个就是里面玩家猎杀数最多的 第三个是玩家PVP上面助攻数最多的 第四个就是猎杀里面怪物最多的 目前知道就是有这四种排名 好以上就是目前开放的第一个副本 做算是测试吧 因为韩国那边也怕 如果一下开放太大型的玩家副本 可能会有 呃异常方法发生 所以先开放个小型的副本 让台海两边的玩家去测试 那这个测试的过程中 还有哪些额外的内容可以介绍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会有即时翻译的系统 他们刚刚官方有说在里面可以用打字方式 直接即时翻译 就像W那样子不用有语言的隔阂 第二个是里面玩家之间他并没有强硬规定说台湾跟韩国一定要互打 所以比起之间是可以跟对方建立友好跟结盟的 那由于我们以往写盟联盟啊就是要打写盟名称去邀请 那这边可能因为文字的不同 所以没办法直接这样邀请就变成改称 可以直接点击选择结盟 好接下来的第二个资讯内容就是下一个章节虚空票记的改版 没错猜对了吧 女黑暗骑士 那这个人物肖像就是女暗骑的样子 还没有公开说长怎样 那有人说为什么是改暗骑 原因是因为暗骑现在是天堂12个角色里面 唯一一个单经济的角色 等于是他还没有进行第二阶段的改版优化 所以改他也是很正常的 那有人还问说韩版有没有开放新职业的打算 官方正面也直接回答说暂时没有 原因是因为天堂M目前有12个角色 有许多角色还列入冷宫谷底角 像暗骑在韩版90级以上的只有两位 NC他们不想要让玩家认为他们这12个角色里面有几个是出来 就是当花瓶或是让玩家以为他们是抛弃那个角色的 所以他陆续会把这些所谓的冷门谷底角 拉上台面成为一线二线角 那上个版本的龙斗士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就是第三个资讯内容 转值政策优化 那这个转值政策优化其实讲的就是技能优化啦 官方也知道玩家在转值的时候 有些职业子技有7招甚至8招子技 然后其中可能还会含有什么稀有子技一如精灵之一靴等等 下次再搞回来的时候也会花蛮多花费的 让玩家可以省去这些技能转换上面的困扰 那至于是怎么转换去优化他呢 目前官方并没有名讲 只是透露出类似的资讯 可能是稀有子技可以转稀有子技 又或者是子技可以转超过5招以上 下个版本黑暗骑士改版的时候一起推出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期待一下 看之后的转值会变得更经济时会更省钱 好的那最后一个提到的内容就是关于新增神话级盔甲啦 那你们看到里面有放出4个神话级盔甲 这什么意思呢 官方这边提到的就是说现有的紫色龙甲 比如说安塔瑞斯或巴拉卡斯 玩家在选择使用上面其实有时候蛮两难的 一下子觉得地龙不错但是又考量到火龙的属性他又喜欢 所以难以抉择 那韩国这边推出的新神话级盔甲 就是针对这个龙甲的属性在往上提升 我们猜测可能是用四龙盔甲去进阶或升级 或者是合成制作成最强的金色龙甲 那这个龙甲可以承接的原本龙甲的属性 跟特殊能力值之外 而且在性能上面也会更加的优化他 那目前猜测的有可能会是类似 天堂R的吧 他这个四龙甲合成之后 可能会变成暗龙哈尔巴斯的盔甲 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天堂R的暗龙哈尔巴斯盔甲 他就是使用四个加九的龙甲去进阶升级成这个东西 那我们当然台反天堂M不会有这么硬的东西啊 加九龙甲太过太梦幻了 所以之后如何开放制作呢 我们就敬请期待看看吧 那么以上提到的所有资讯内容 预计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12月13号 进行全面的更新 那本次看直播的过程中 应该是所有台服玩家首度 体验到韩版直播的魅力啊 直播过程不断疯狂的领取好礼 而且这次台版官方也一直在加码 这些虚保奖励等等的 总共可以拿到一大堆的奖励都在信箱里面 不过现在看影片的玩家可能都领不到了 因为他们只有限时领取 除了这之外 还有这个为期两周的金币购买 Master Coupon券 里面等于是直接保底送了两个红色的 红色的卡池 一个是四色欧灵自选箱之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十level的双刀 目前那个双刀是红圣物 他还没有卡池 要等到两周之后台版的更新才会加上卡池哦 OK本次的更新内容全部都会在最后的12月13号 为大家一起见证新的历史 我是丁丁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咯 大家拜拜 拜拜